大家老问这个客户这个币哈 客户的币呢要挖两年时间 算是一个好的项目 但是呢客户算是引狼入室了 因为客户要挖两年 而大家呢现在散户都把钱放到了 机枪池大一副二一副里面 大一副二一副呢 这两副狼呢已经杀入了这个客户的挖矿里面 那他们的逻辑是只要有利润就挖卖题 那这个客户的币很难涨 因为每天要承受这么多的钱 你得接住这个币 对吧 我说挖的时间段长 而且机枪池是毫不留情的 这两个机枪池两副狼进来了以后 每天都吃着宝宝的 弄的这个客户确实是很难受 但是也没办法 其他的项目方也一样 如果你引入机枪池进来 引入大一副二一副 或者将来的大一妈二一妈 这帮人进来 他们是稳赚不赔的 他们拿着散户的钱 进来撸你的矿 撸薅你的羊毛 吃你的肉 所以说这个客户团队的这个又没办法 因为它是开放挖矿 它客户的挖矿非常复杂 需要两层三层四层 这种东西 一般那不是机枪池 不知道这么操作的散户是操作不了的 大户手上有两个程序员 会操作的才能玩 所以机枪池已经变成了大家现在投资理财的好工具了 就说将来大家在这个生态下面再找吧 再找一些不被机枪池接入的 机枪池一旦接入进来 你的币如果没有足够的买盘 你的币就崩了 所以现在大家不要去跪舔大一副二一副 也别跪舔将来的大一妈二一妈 因为他们这些项目之所以币价这么高 是因为他去吸了别人的血 他像吸血鬼一样的 像影狼入室的那种匹狼一样的 他是汉老宝收的 但是那些项目方 你就惨了 因为你被人家挖卖题了 好吧 客户的币大家 注意风险 因为这么长的时间 挖矿一定会被这种机枪池扫光 大家以后看什么币能涨 主要看它挖矿周期 挖矿周期短点的 项目方不要有太多币 大部分的币在短期之内就分发完了 机枪池来不及扫 来不及卖 迅速结束就行了 不要拖得太久的这种项目 拖得太久的项目 你买了以后 它不停的有币增发出来 这币保不住的 价格也不稳定 不会出现像大一夫二一夫这种的 大一夫就花一周就结束了 二一夫两周就结束了 比方说大一妈二姨妈这种项目 如果上线 它也是最多就一周两周结束 结束完就没了 但是大家还记住 要记住尽量玩以太坊生态的币 我不是说小语 波长 还有框乘 还有工兴宝等等 这链 这链就是局域网 主网还是这个 就互联网还是以太坊 虽然这样挺得罪人 包括币安恋 也是我们朋友 都是朋友们做的 但是确实这个 想跟以太坊斗一斗 还是有点难 以太坊上面生态还是比较完整 应用也比较多 所以朋友们玩归玩 当然我 也就是这里面套的机会很多 比方说B&B上来就涨了一大波 这也是可以玩的 但是长期玩 你要自己慎重 赚钱是一个辛苦活 不是那么容易的 小心 小心点吧